機車騎到彰化是中山路建國路口 這處化設的機車帶轉區 尤其包括了車身 還有輪胎都明顯超出了隔線 就有民眾在停等的時候 刻意用KELGO LAN的方式來KUSO 此帶轉區根本很難停進去 是因為太小嗎 緊接著又有另外一位機車騎士 同樣騎過來帶轉區 一樣KELGO LAN 一個輪胎就在隔線裡面 而此帶轉區長度有495公分 寬度卻只有100公分 因此機車駛入帶轉區之後 只見整輛機車突出了格子很多 遭飢風是全台最窄的機車帶轉區 那麼其實公路總局在2018年 就曾經表示 因為道路寬度較小 才會這樣的話設會加大格子 不過如今網友用這樣的方式 來凸顯此帶轉區真的很窄 但他們很有可能觸犯了交通法規 在交通頻繁的道路嬉細 阻礙交通 有沒有觸法疑慮 警方也介入調查 我就有確討傳統